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周元对他们的行为甚是不解 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韩周元 况且 他们跟大家的关系像家人一样 在调查此案时难免会感情用事 东芝灵魂发问 深厚的情分像家人一样的关系 那又如何 他这不是明知故问 如果感情用事就会发生像现在这样的荒唐情况 对本次案件的嫌疑人提供调查 两人进行一番争论 互不相让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 武警官为了缓和尴尬的气氛 便开始对相关证人的调查录制 还请来方刑警参与调查 武警官询问东芝几个问题 东芝予以否认 韩周元提出疑问 案发期间 他是否有不在场证明 东芝突然想到 案发当晚 他和同事们正在餐馆聚餐 直到11点才离开 之后的行踪便无人证明 因为他回家睡觉了 也就是说 能证明东芝11点之前行踪的证人都是那些所谓的家人 紧接着韩周元提出合理性怀疑 时隔20年 发生了同一说法的案件 寻求方式不曾通过媒体泄露到外界 几乎不可能是模仿犯罪 由此可知凶手是同一个人 但神奇的是 二十年前的嫌疑人 最近又出现病住在这个小镇里 韩周元访问东芝 二十年前他才七岁 一个七岁少年 要如何绑架两个成年女性 东芝表示 二十年前或许不可能 可现在的韩周元 可是身体健壮的青年 而且凭借作案手法 没有外泄这一点 就足以证明 凶手要么是同一个人 要么是警局的内部人员 韩周元恰巧符合后者 韩周元情急之下 将当案是丢失案件资料仪式说了出来 总之抓住这一点 不断攻击 那可是二十年前的案件 调查说 谁会知道那种东西不见了 只有亲自拿走的人才会知道 韩周元无奈地笑了笑 听这话的意思 是想诬陷他是凶手 东芝这招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事后 韩周元和父亲一起吃饭 向父亲说起东芝诬陷他的事 如今 他无法按照父亲的期待将自己置身室外 他必须尽快采取行动 将凶手抓捕归案 随后 他拜托父亲帮忙调取当案室里的监控 他想用理性 合理的方式抓捕东芝 警员们出动搜寻敏静下落 与此同时 东芝将监控调整到合适的角度 之后便开始打扫地下室 这一波匪夷所思的操作 像是在清理案发现场 后面 犯罪证据桌子上发现了一滴血迹 加深了对他的怀疑 就在这时 门铃响了 普正吉和吴警官来给东芝送饭 顺便问他一些问题 当时东芝来陈述陆志士做证人调查 开口便问吴警官是否查到了什么 而不是问敏静的下落 他们这话的意思就是确信敏静已经死亡 东芝没有解释 反而说了一些无厘头的话 大致意思是 敏静的尸体根本找不回来 因为那家伙压根不想给 里面 韩周元看着东芝的照片 会想起被害人李金花 韩周元曾经以他为诱饵 引出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韩周元给他看了一张照片 让他认准东芝 如果去按摩的客人是他 就发数字一的信息给韩周元 他收到消息后 会立刻赶来 说着便拿出一部安装定位的手机 把他带在身边 李金花不想24小时被人监视 便将手机还给韩周元 让他收到信息后再查定位 韩周元表示 跟踪定位要找法官获批 而他现在是非法滞留状态 名字根本不能上报法院 李金发花只好妥协答应 韩周元带着那部手机 时间来到李金花失踪当天 韩周元收到他发来的求助信息 从那之后 他消失不见 直到不久前才发现他的尸体 韩周元对此深感自责 警员们从白天搜寻到黑夜 正当他们打算离开时 警犬不停狂飞 武警官立刻前去查看 发现了一部被丢弃的手机 从外观来看 有点像李金花的内部 韩周元收到一封邮件 是当时的监控视频 他反复查看 发现视频里没有东直去 当时的画面 估计是被人删除了 隔日 韩周元来到时当暗示 查看东直妹妹的案件记录 发现之前丢失的资料 全都悉数奉还 他顿时放声大笑 普正记赶来向他询问 将周元的资料递给他看 并质问普正记是为了帮东直打掩护 谎称丢失的资料 是在其他案件的箱子里发现的 接着韩周元翻开方珠上的案件资料 发现事实如此 韩周元突然想到两人有共犯的可能 说到这里 他回想起20年前东直被当作嫌疑人抓捕 作为好朋友的他站出来帮东直 案发当晚 两人在一起喝酒 但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 并没有其他证人 东直找所长商量休假 所长一口否决 所有的警员都取消休假 加入了闽静搜查队 表示他可是此次案件的相关证人 甚至是20年前的嫌疑犯 所长见状便让他去接到巡逻 东直有些不情愿 这时 普正记打来电话 叫韩周元来当暗示 东直淡定 挂断电话 最后东直改变主意 决定取消休假 东直和韩周元一起去巡逻 途中 韩周元改变行驶路线 来到万阳超市 东直看着大树落寞的样子 内心无味杂沉 这时 韩周元询问东直案件档案 是不是他规划呢 东直告诉他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是谁做的 有那么重要吗 这是吴警官打来电话 通知韩周元立刻来一趟警署 他到达警署后 吴警官询问他第一次来万阳的时间 韩周元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16天前 他来万阳派出所 继续追问 想知道他是否认识敏靖 韩周元表示两人有过一面之缘 谈不上认识 我就不多说 昨天夜里 追赶敏靖尸体的警犬 找到一部手机 经过调查发现里面只有三条短信 而那些短信的收件人便是韩周元 既然他不认识敏靖 那这部手机又是谁的 韩周元沉默不语 韩周元的好友权检察官 急忙安抚他 以韩周元的性格不可能犯罪 决定将全检察官调去闻周中案组 这样一来他可以更快了解案子的进展 普正几回到警署 发现母亲的车停在那 正在他打算离开时 看到了不远处的跛脚大叔 突然脸色大变 他急忙找到母亲 以外人不能进入办公室为由 叫他离开 最后 普正既致问母亲 为何要把JL建设的代表李昌震叫来 并劝说母亲不要和他联手 此人便是刚才的跛脚大叔 与此同时李昌震遇到前妻 武警官多年不见没想到他已经成为刑警组长 武警官想知道他来文州的目的 李昌震表示他会在这里闯出一片天 然后重新追回武警官 事情没那么简单 普检察官约韩周元见面 声称自己手里掌握着证据闽禁鉴定结果已经出炉 在他们转交给警方之前 到了普检察官手里 身为此案的主检察官 他有权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样大家能有所准备 他表示身为检察官 怎能滥用职权 今天的事就当他不知道立刻将鉴定结果交给警方 事到如今要如何收查 韩周元不以为然 现如今除了电话号码是他的 其他任何东西都和他无关 如果警察问起他 可以说自己并不知巧在这说 那个女人是非法滞留者 警察不可能会查到他的身份 就算查到 也没有证据能证明他和那个女人有任何关系 韩副看到韩周元如此 冥王不灵 火气更大了 如果让媒体知道 此时韩周元就等于被判有罪 就算没有进监狱 他的人生也已经废了 韩副可不想因为韩周元放弃眼前的厅长职位 权力比儿子更重要 这是韩周元看见一位大叔 结果询问 才得知附近根本没有监控 他继续往前走 发现了车胎压过的痕迹 顺着痕迹 找到了那辆车 而那辆车里 恰巧安装了行车记录椅 韩正吉发现东直 曾经提着黑色塑料带来个山上 到了晚上 韩周元悄悄潜入东直家的地下室 经过一番查看 发现了漂白液 以及桌子上的血迹 而此时的东直正通过地下室的监控录像 观察韩周元的一举一动 随后 武警官也涉嫌杀人罪 逮捕东直 至于东直身上有什么秘密 接下来的剧情又会如何发展 敏静真的是被韩周元杀害吗 还是被普正吉杀害呢 还是凶手另有奇人呢 本集结束了 让我们一起来收看怪物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